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時我在上水風溪學校讀書 那個時候我只是十二歲左右 當時就知道日本人 就由深圳草惠 去到幾鄉大包 就打去上水雞領 即是應在北區議院的附近 那裡是英國樓的盟兵房 最後繼續聽到有飛機在台頂飛過 每次都是三架三架 大約每次都是九架 再去炸香港那邊我就不清楚 繼續日本的軍隊 一條樓就由羅湖醃過的新界 一條就由蒙克島醃過的新界 當時我們鄉政就有個校長 就在廖金天 就在廖北村 即是近了河邊那裡 就是英界的地方 就在那裡出任校長 在光譽學校 他小樓就知道日本人來了 就想說踩車 就車大樓回家 剛好去到德烏樓的時候 就在羅湖車站對面 那個山邊那裡 就叫日本人搶他踩車 但是他抵抗不給 結果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 第二條 由蒙克島過的那條路 就經過了洪橋 一個洪橋 一個寧堂橋 兩條橋 那時候 英國人就派到印軍 即是印度的軍人 就炸到寧堂橋 結果就炸掉了 炸掉了 那兩個英軍 就兩個英軍 就坐車去走 但是在那裡的風機 發營就打死了 那那些橋就不過了 不過了 不過了怎麼樣呢 他就會上水村 一個是上北村 一個是下北村 兩條村 拆盟房 那些行 還有那些木 去租橋 到現在就是 封崎中學對面那裡 那兩條村 就把這個橋 走開 那些木 太陽 啦 對 甚至 從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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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